这边我们讲一下口罩的定位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包装袋的长度 包装袋的长度是吧 230 然后我们口罩的长度呢 口罩的长度呢 大概是175到180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它设置 那设置我们这个包装袋的长度 230 包装袋的长度230 然后这个物料的长度 这个物料的长度 物料的长度呢是一个180是吧 180也可以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物料位置啊 物料位置我们给它设成1 然后我们先测一下 先实际测一下这个口罩 然后我们把这个口罩啊 摆放到我们那个皮带上 摆放到我们皮带上 然后我们按启动 按启动 好 它口罩过来之后啊 它会停在这里 然后我们用手啊 去感应一下这个口罩 它就往前走一个位置 然后再感应一下 是吧 然后直到这个口罩 停到这个刀前面的位置上 停到这个位置上 停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啊 我们按一下这个弹停 然后这个点动 点动 然后我们点动一下 让那个刀 大概这个位置上 然后我们用尺啊 我们找个尺量一下 量一下我们切刀 是吧 切刀需要向前 移动多少距离 是吧 向前就要 我们需要切到这里来 所以说切刀需要向前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我们切到一个 185的位置上 185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参数啊 参数 这个改成一个185 改成185 然后这个口罩的 这个位置 我们用这个这个键 把它退出去 退出去之后 我们按一下启动 停之后 刀 它就停到这个位置上来了 皮带在抖 然后我们再找一片口罩 我们再找一片口罩 然后我们做测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那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我们最终需要定位的这个位置 这个口罩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通过调整 调整这个参数 就可以实现 拒口罩两边的这个距离 那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 我们这个口罩啊 在走的时候 在走的时候啊 你出现哪种问题呢 就是停在 它最后停在这个 停在这个口罩上了 停在这个传感器上了 是吧 停在这个传感器上了 就是它过来之后 过来之后 如果说停在这个结尾 停在这个传感器上 而不是停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啊 你就是把传感器的这个 这个跌 这个跌 这两条封掉 让传感器尽可能往前 前后移动一下 它就能避免了之后啊 避免之后 停在这个传感器 这个感应点上的问题 温暖的时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